已經定位到了目前有疑似兩名的疑難者 現在要進行破壞 沙卡當步道發現兩具遺體 特搜人員立刻沿著山地小心翼翼把岩石撐開 接著拿出破壞工具才終於把遺體拉了出來 通往太魯閣的道路幾乎全毀 所有人只能帶著搜救犬徒步前進挺進重災區 邊就在海底隨時注意 余震透過空拍畫面可以看到整條台拔線滿目闖遺 大型機具緊急進駐 不過一旁就是懸崖峭壁上面觸目驚心 在154K之後 我們人員有一組人是以步行的方式去酒居動 去接觸那些人 其實沿途的路線車輛還是無法通行 截至5號下午5點為止 最新死亡人數已經多達12人 另外還有13人10點當中 台八線最北邊的西寶國小也有84名食神受困 目前只能靠空投物資 再往南的天翔以及菁英酒店裡頭則是超過600人 至於沙卡當步道則是6人 包括失聯的一家五口 以及一名單獨旅行的湖姓女子 不過好消息是在酒居洞 找到9名受困民眾已經成功下山 很恐怖 大死以後就在我們前面 回想起來海心有餘季 獲救民眾直奔火車站 一心直想趕快回家 只是現在仍有好幾百人受困山中 救難人員把握每分每秒持續搶通 新新聞 顏凱旭 張新智 呂一禮 張季蘭 彩桶 報道